都说魂游戏适合新手小白入门 那什么是魂游戏 怎么玩 爽在哪 可以用修改器吗 我已新发布的装甲核心6为例 这是一个披着机甲外壳的魂类玩法的游戏 新手村的第一个小boss 那个大飞机 我打了几个小时 死了50多回 最后是在女儿的指导下才算过去 这50次算是磨练和学习 打得我真是怀疑人生啊 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 我想起了高考还有刷题 还想起了杨了个杨 我还想能把魂游戏通关的那群人 真他妈是个人才 不畏强大 以弱欺强 专找漏洞攻击 你们真行 魂类游戏的学习曲线是很陡峭的 而且充满了恶意 开始给你几个简单的小兵 勒勒手 刚熟悉的玩法 就给你来个非常难的boss 比如你上小学做的那个卷子 第一题 1加1等一集 第二题 1加2等一集 第三题 请你解一下三角关系 就是这个感觉 但是 这类游戏非常公平 大家用的都是PS5 机能分辨率帧率 游戏版本 手柄都是一样的 游戏一开始的装备 雪槽 招数也都是一样的 敌人不会因为你死了多少回 而给你降低难度 而且还不能用修改器 你若是打不过去 不要找客观原因 菜就是菜 能力复兴就得承认 但有意思的是 开始打boss的时候 我特别害怕 那架大飞机太强了 武器太猛了 我太弱了 又菜又弱了 但是当我打到第三十多遍的时候 我觉得这只大飞机很可爱 有点像我家的旋风鹦鹉 我咋有点喜欢上他了呢 我该不会是疯了吧 有人说用修改器不就行了吗 难怕什么 真的不行 我之前用修改器 玩过只狼和黑魂3 把自己的血槽锁住 虽然也打过了 但是打的过程很无聊 打过之后很乏味 根本体会不到乐趣 不想再玩了 这是因为 魂类游戏的每个boss 虽然强大 但都有弱点 比如这架大飞机 无非就三种攻击方式 你对应的 有三种躲避方式就可以了 因为有体力槽 玩家的每个动作 都是必要的 不要浪费 我和敌人都有一条红线 一旦被连续攻击 出现红线就会被定住 叫硬直 这时候攻击掉血会更快 我们要利用好这一点 另外这种boss的打法 你弱他就强 你强他就弱 就得用勇气去硬刚 但也要注意 这个boss会被你打到 跑到界外去 你打不到他 但是他能打你 你说弃人不弃人 还有为了保持士气 你要不断的打他 近战用刀砍 远程也要不断攻击 而且还要避开他的攻击 所以既要胆大心细 还要有勇气 还得动脑筋分析 找到敌人的弱点 以及找到敌人攻击的躲避方法 还得有意志力 内心还得平静 操作还得灵活 以上这些东西 在游戏教学模式中 根本没讲到 他们只会教你 一加一等于几 怎么用刀 怎么用枪 哪个剑是跳 哪个剑是砍 但是至于说 怎么解三角关系 得自己练 自己去感悟 过了这个小boss 我感觉特别兴奋 孩子也特别高兴 这种快乐是用修改器能得到的吗 一句话总结 魂类游戏适合游戏高手 但是高手也得需要磨练 如果你一直能保持这份热情 而且能让你感到快乐 那这种游戏就适合你 对了 你们知道魂类游戏 初期boss会圈推多少人吗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